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是这样摇晃的 摇斜呀 去斜呀 它自己弄弄弄 这个抽出来就OK 比原来的要方便 比原来的要方便 太固定住 这个简单 出来有个餐挺好 春天的时候 嗯 行 这个简单 这个人 刚买的时候简单的 还没有 还没有 春天拿钱 上去上去 你看看 春天你去哪呢 哎哟 你啊 那拐圈呢 那一个住的拐圈呢 我来啦 我来啦 你拿个车子 你不拿车子 你不拿车子 你不坐啊 哎呦 你在这儿归正 还准备住啊 不是 是吗 是 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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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儿有鱼 把蹄换一换 嗯 咬子 等一下 要骂子 好 哦 不睡了 还早 风才挺大的 昨天风也大 今天犯了一个错误 今天风比较大 风比较大 之后没拉防风球 今天导致这个强动 这个 差点折掉 其实已经折掉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废掉 这个帐篷最大的优质就是啥呢 看那的 还是自动 自动可以拉出 这个帐篷就是之前推荐的福建林总那边生产的帐篷 然后林总最近也就是我单独借了一套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 没有了 没有了 他是那个 碰见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他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会你会在动动 看着了 所以卷的不是很好了 雷总看了估计该心疼了 第一次又被干坏了 就是大家提醒大家 就是搞特别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拉防风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我们吃饭的时候 其实风很小 很小 吃着吃 因为今天吃烤肉吧 好久没吃烤肉了 就忽略了一个风的问题 直接导致 然后风把这个帐篷给掀过去了 现在老杜的图滑房车已经卖掉了 车顶帐篷也已经卖掉了 这边新安了一个特别帐 今天还差点被我干肺了 现在是老杜的后备箱 这边是两个新潮栏的移动电源 这是厂家刚刚寄给我的一个 今年年后的一个新款 可以看明显看得出啊 这个老款和新款 这边显身面板是有区别的 这个我也是刚刚收到货 稍后下一期视频跟大家 好好去分享一下这款电源 跟老款有什么区别 重点是什么啊朋友们 重点是什么啊朋友们 就是现在的这款 新款的移动电源 容量是2.5度电 自带逆变器 逆变功率是2000瓦 是带遥控的朋友们 带遥控的朋友们 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用遥控去控制 这些所有的开关 看到没 灯亮了 灯关了 这个USD可以充电了 然后逆变器开关了 逆变器的AC交流电 开启了 使用的话会非常的方便 这个就是老杜今天上午 差点干费的测诊账 哈哈哈 现在的话我也是想着在计划 收拾我的这个床车装备 如果说再出发的话就是 因为我的 我的这款车啊 座椅放倒之后 它跟后面箱是平的 座椅放倒之后它是纯平的 这样的话就是搞一个垫子 搞一个睡袋 搞一个枕子 就可以直接出发了 现在其实我最终要考虑 到底要不要再来一个车厅的行李箱 然后把这些转型拔到的东西放到车厅的行李箱 兜兜转转 搞了一圈 玩了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SUV我计划把它恢复成最初的样子 其实 SUV床车啊 出门自驾旅行 装备越简单越好 喜欢的话可以搞一个车厅心理箱或者是测编照 然后呢 找一款适合的电源 用一些整理箱去收纳你的 一些零碎的东西 其实这样也就够了 朋友 哎呦我去还不小嘞 这个是我们的折折桌椅 收纳其他也体积特别小 携带也比较方便 呃这是现在的后备箱 之所以把它恢复成现在的样子 是因为这样的话 这款车既可以代步 也可以自驾游 不去自驾游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可以往家一放 车内可以恢复原状 很快很便捷的去恢复原状 出门自驾游的时候 把这些整理箱 往车上一装 你就可以出门自驾游了 朋友们 这些老杜现在这车 有五度电朋友们 记住有五度电 然后安装的是行车充电 连接汽车主电瓶行车充电 除此之外朋友们 给大家看一下 老杜其实也是一个钓鱼的爱好者 虽然这个钓鱼的水平不怎么地 但是手杆手海架杆 该有的咱都有 下次遇到这个能钓鱼的地方 一定要想法去尝试一下 其实重点还是想跟大家去说一点 就是多数SUV床车自驾旅行 一般都是一个过渡期 或者是每年出现的评测和字数 都很短的车友 这样的话就是 你的SUV如果说这样去布置的话 平常的时候也可以代步 想自驾游的时候 把东西往上一搬 你就可以自驾游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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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